今天我们给大家要多报告两个案例 是1102跟1105 华宏基组员1272位回溯裁检 再添加两名机师确诊 按1102 24号居家检疫期间出现咳嗽 发烧症状裁检确诊 按1105 15号居家检疫期满后 19号出现食欲不振 25号召回裁检确诊 指挥中心表示两例的感染源正在调查中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机师确诊案例都有不同的航程情况 目前无法将个案串联一起 看起来国外航程染疫的可能性比较大 社区感染风险低 外界也疑虑是否是因为检疫旅馆 清洁消毒不够完整 陈时中说 惠家派保警护理师进驻 这个保警跟护理人员进到里面 然后去观察跟指导 他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些 有疏漏的地方 消毒或是动线上面 是不是有做得不够完整 那我们会派出一组人员 去协助他们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至于需不需要对长荣 星宇等其他航空公司扩大裁检 陈时中直言不是不可能 究竟这波机师确诊感染源为何 是否要在严格机组人员检疫规定 扩大裁检的完整结果 周四周五会出炉 届时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 新台湾电视湖纵约7米台湾台北报导 也要看起来 很旦的 很多人 都要看起来 到币 都要看起来